女孩只是喝了口果汁 不料刚一上车 她就呼吸困难喘不上气 因为女孩从小就患有哮喘 她根本不能去喝果汁 但父亲却粗心的没有发现 妈妈急忙扭过头 拿出水杯让女儿喝了点水 然后又耐心的让她大口呼吸 女孩有了一丝好转 可母亲却还是非常担心 她让丈夫赶紧停车 然后又在包里翻找药物 但没想到 由于他们太过着急 药瓶竟掉在地上 父亲竟又不小心一脚踩了下去 等她捡起来时 药瓶已经成了两半 他们只好急忙往家的方向赶去 但就在这时 一声巨大的响声突然传了过来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 可女儿的性命要紧 他们也不在乎有没有危险 便继续往前面赶去 可殊不知 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来临 几人一路向前方开去 可两个小时过去了 车子竟还在这条笔直的路上 女人大声辱骂着丈夫 认为一定是他走错了路 可丈夫却坚信自己没有走错 争吵间 诡异的事情突然发生 他们竟看到了刚才路过的加油站 父母急忙下车求救 但没想到 刚才还人满为患的商店 现在进空无一人 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男人彻底慌了 他急忙开车向前驶去 可奇怪的是 他们不管跑哪个方向去开 始终都没能离开公路 而且更糟的是 女孩的症状也愈发严重 如果再不治疗 马上就会有生命危险 母亲已经绝望 他痛苦地抓着头发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这时 车子竟然再次来到 刚才路过的站牌下面 女人彻底崩溃了 他将女儿放在地下 不断地安慰着他 而车里的父亲 也悔恨地流下了眼泪 如果不是自己的粗心 事情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他走下车来 发疯地对着老天喊叫 紧接着 丈夫便朝着大山的方向跑去 他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出口 而女孩也陷入了昏迷 于是女人决定不等丈夫 选择独自开车去寻找出口 可身后的儿子 却大喊着赶紧停车 因为女孩已经没有了脉搏 必须停车急救 但女人已经完全崩溃了 她狠狠地扇着自己 试图把这个噩梦打醒 看着母亲发疯的模样 哥哥已经绝望 她将妹妹一把抱下了车 并无反顾地走向了另一边 但不料 女人并没有停车 还认为这一切都只是梦 没过多久 女人便再次路过了加油站 她崩溃地躺在地上 一遍遍地说着怎么还不醒来 而就在这时 男孩突然听到了动静 只见刚才跑去山头的父亲 竟然从反方向跑过来 这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几人完全被困在了这里 一晃35年过去 崩路上已经堆满了垃圾 被困得几十多年 已经把他们折磨得不成样子 男人扯着肥大的肚子 每天只顾着吃喝 而女人则完全成了一个疯子 但和他们不同的是 当年的小儿子 却生活得极其自律 他用刷新的衣服做成帐篷 然后每天吃的食物 也是绿色的仙人掌 但由于当年妹妹的去世 男孩已经30年 没有和父母见面 可这一天 女人不幸离开了人世 彻底摆脱了这个魔鬼之地 而男孩和父亲终于见面 但就在这时 父亲却突然头疼欲裂 然后便躺在地下 他痛苦地和儿子说道 一切都是假的 并告诉儿子 千万不要坐上那辆警车 不然一切都会改变 你也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说完 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可男孩根本没有明白 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意外的是 就在他埋葬完父亲后 男人在公路上 竟真的发现了一辆警车 35年的封闭环境 早就让他受够了这里 于是 他点燃自己的帐篷 接着带上自己的所有东西 准备彻底离开这里 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 记忆竟被直接篡改 所有东西两手一扔 而他也进入警车 很轻松地就离开了这里 随后 男人整理好妆容 换上了车里的警服 便进入了下一个循环 连同第一集去看就能看懂 到此故事结束